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建筑出版在线 那这一讲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二个部分工程财务的第三个目 EZ102030收入 这个目在我们考制大纲里边呢 要求的考核点一共有两条 那这两条呢 要大家重点掌握这样几个问题 当然首先要求我们了解收入的基本的概念 那收入在我们会计里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那这里边狭义说广义收入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收入的特点 第三企业的收入如何进行分类 第四收入的确认方法 第五关于收入计量的相关规定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收入的分类及确认 那这里边需要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 那我们国家实行银改增之后 那要求按照新的造价规则 来制定不含增值税的预算合同成本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建造合同收入也为不含税的收入 因为征值税是价外计征的税总 进向税不计入施工企业所购入的货物和劳务的成本 那销向税也不计入建造合同的收入 这是银改增之后 关于收入核算跟之前营业税计征呢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关于收入这里边要求我们重点掌握的一个问题 关于收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那一般从我们会计的角度来说 狭义上的收入一般指的就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里边有两部分构成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那当然概念很直观 主营业务收入 那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说 就属于建造合同的收入 那其他业务收入 那建筑施工企业除了建筑合同 这个业务之外 其他的生产经营业务所产生收入 比如说出租固定资产 这些业务导致收入 就属于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一般我们在会计上 主营业务收入 加上其他业务收入 我们就要企业的营业的总收入 而广义上的收入 那收入除了包括 狭义上营业收入之外 还包括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以及营业外收入 那大家注意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 收入这两种概念 如何去应用 那通常在会计里边 我们说到企业的收入的时候 如果没有特别的指名 没有特别的这种注明 那我们说收入通常说的是 狭义上的收入 包括我们教材后面要求的 收入的分类 收入包括内容 都指的是收入这种狭义的概念 包括后边讲到收入的特点 都是按照狭义的概念说的 而广义上的收入 一般在快递核算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是到了月底 季度末年末 最后计算利润的时候 才会用到广义的这种概念 所以大家注意 后边我们去掌握收入的特点 收入分类的概念 都是按照狭义的概念来说的 那下面第二个问题 关于收入的特点 那第一个特点 收入 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 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 实际上中产生 大家注意 刚才我们提到 这时候我们看 收入特点的时候 一定是从狭义的角度看 那比如说像 如果有个施工企业 将一台 即将报废的设备 对外清理变卖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变卖的收入 那如果问我们 这个清理变卖设备 产生这种收入 属不属于企业的收入 那显然 施工企业 清理变卖固定资产 是不是企业日常的活动 那如果你是个施工企业 日常活动 是清理变卖固定资产 那这个企业 严格言上说不就不是个施工企业 它就变成个物资汇收企业了 对吧 那企业清理变卖固定资产 就是企业偶发的交易 是这样发生的 按照狭义的概念 这就不构成企业的收入 这是我们后边讲 利润核算的时候 那企业出售固定资产生的这种收益 应该是企业的营烟外收入 就属于广义收入那种概念 还有包括像接受捐赠 企业获得的有关的利益 都不是企业日常活动产生的 狭义的概念来说 都不属于收入 第二个特点收入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 也可能表现为负债的减少或者兼而有之 这是会计核算所体现的 第三个特点收入能导致企业所有权益增加 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无关的经济率总流入 那如果这是投资者投入的 那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益发生变化了 包括你的收入资本发生变化 而不是企业的收入 收入指的是跟所有者投入无关的 但是最终会导致所有权益增加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流入 第四个特点收入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 不包括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 比如说我们对增值税的了解 增值税的价外集中的税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说 他对外销售 对外提供服务 价外收取的消项税 相当于替国家税务局员代收的增值税 所以代收那一部分增值税 消项税就不计有收 属于代收的款项 还有像一些代收的门票机票 还有企业代客户收取的运杂费等等这些 那都不属于企业的收入 这是我们说收入的四个特点 重点是大家来理解它 那收入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收入的分类 那收入的分类 一般快递合算里边 有两种不同的分类的标准 第一种 按照收入的性质 我们可以将几的收入分成四类收入 第一类建造合同收入 或者施工合同收入 第二销售商品收入 第三提供劳务收入 第四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那关于这每一类收入 基本的内容概念 我们教材里边都有具体的解释 建议大家课后把教材里边解释的概念内容 一定要读一下 对吧 像所谓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对吧 其实大部分指的就是租赁 对吧 我有一项资产 我不用 我让给别人用 对吧 那就是我有资金 我不用 我让给别人用 那你是不是要收取利息 对吧 利息收入吗 我有房屋设备不用 我让给别人用 那这种一般就我们通常收入的租赁 那你会收取租金的收入 这就属于叫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这是一种分类 那在我们会计核算里边 对收入分类 更重要的一种分类 是或者更常用的一种分类 是按照企业营业的主次分类 企业的收入可以分成两部分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那对于建筑业企业来说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是指的是建造合同收入 或者我们叫施工合同收入 那施工企业建筑业企业 其他业务收入 我们也称为副营业务 有的时候也把它叫次营业务 一个企业有主业 会有一些次要的营业业务 那建筑业企业 其他业务收入的内容 主要包括五项内容 那这个也是大家要记得 第一项 产品销售收入 第二项材料销售收入 第三 机械作业收入 第四 无形资产出租收入 第五 物定资产出租收入 这五项 那这种其他业务收入 对建筑业企业来说 包括的五项内容 除了我们有多项选择题的要求 另外呢 有时候还有一些单选题要求 对吧 比如说 有个施工企业 将闲置的房屋对外租赁 某个月收取的租金收入 三万块钱 问该笔收入应该进入ABC的 哪个项目中 A 主要业务收入 B 其他业务收入 C 年业务收入 D 投资收益 那这就属于固定资产出租收入 应该进入 施工企业的 其他业务收入 像这种考点的 一般考的比较直观 大家看一道例题 施工企业 其他业务收入 包括ABC的E 这五项 这是个多选题 那按照我们刚才 说的这个分类 那这个ABC的五项里边 属于企业 其他业务收入的 应该是 A C E 那下边这道题呢 在施工企业的下列收入中 属于 让渡 资产使用权收入的 应该是ABC的哪一项 那这考的是第一总分类 按收入的性质 那要求我们了解第四种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 基本的概念和内容 这个概念也很直观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向金融企业发放贷款 取得的利息收入 对吧 企业将无限权使用权 向提供商标使用权 收取商标使用费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企业将闲置的房屋 对外租赁 收取的租金收入 等等这些 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那按照这个概念 那这个题的选项 应该是C 收入第四个问题关系 收入的确认的规定 当然什么叫确认呢 它是个会计的专业名词 所谓收入的确认 它是会计工作的一个过程 说通俗一点 就是按照会计工作的标准 我们去判定企业的某一笔收入 是否已经发生 已经实现 我账本上能不能记 我有了这笔收入 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确认收入 那大家注意一点呢 就是我们国家 在2016年的年末 对于企业会计准则 有个调整 在这之前 我们国家企业会计准则里边 有一个具体准则 讲叫建造合同 那这里边对应的 专门由我们施工企业 如何确认收入 等等这个内容 那现在呢 这个建造合同 这个具体准则 已经取消了 把建筑业企业 还有大型的制造业 原来按照建造合同 这个准则核算的业务内容 都合并的 跟其他企业一样 都按照收入 这个大的准则 统一来核算 所以现在我们讲收入的 确认和伎量 那目前我们教材上 所描述的这个方法 就比较抽象 所以呢 这里边大家呢 有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就可以 那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 企业应当在 履行的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那按照会计准则的解释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那从我们施工企业来说 那我们作为承包商 作为业主方 业主方他怎么就取得了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大家可以理解 我作为施工企业 我干一个建造合同 那合同竣工 交付给业主方 那我所干的这工程项目 最后竣工之后 是不是交付给了业主方 业主方对我所干的工程项目 是不是就取得了全部的经济利益 按照全能发生制 无论我的工程款是否收到 那作为承包商施工企业 是不是确认收入已经实现 那我们就认为收入发生了 账本应该寄收入 这是收入确认的一个基本原则 另外呢 在我们新的收入确认内容里边呢 专门提到了关于合同合并的条件 企业与同一个客户 同时定立 或在相近的时间内 先后定立两份或多份合同 那这两份多份合同 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时候 就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那我们来看这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 基于同一商业目的 而定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第二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 一份合同的对价金额 取决于其他活动的定价 或者履行情况 第三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 所承诺的商品 构成准则 这个准则指出会计准则 规定的单项履约义务 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任何一个 那就应该将这个多份合同 合并成一个单项合同 按照一个单项合同 核算它的收入成本相关内容 那这里边 不给大家做共同的解释 因为这每个条件 其实从会计专业角度来说 那解释起来可能就相对复杂 而我们作为非会计工作人员 大家对这个基本的条件 有个概念上的了解就足够了 那第六个小问题 关于合同变更的会计处理 那这里边在我们新教材里边 专门提到的 关于合同变更 会计准则里边规定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而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 单独售价的 应当将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一份单独合同经营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比如这个可能在我们 施工合同里边会经常发生 发生 施工期间如果发生合同变更 那这个变更 如果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比如我新增的这一部分 能够明确确定 新增这一部分的价款的金额 同时呢 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 新增商品单独售价的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 变更这一部分 单独作为一个合同来处理 不能把它合并到原来合同一并处理 那第二个方面 合同变更 不属于第一条规定的形象 且在合同变更日 以转让的商品 或以提供的服务 与未转让商品 或未提供服务之间 可明确区分的 应当视为原合同宗旨 同时呢 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 然后按照新合同 单独再去做会计处理 这是关于会计准则 会计处理的相关的规定 那这里边也一样 大家了解这种合同变更 会计处理的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我们这里边没有更具体的 就是具体的这种案例 什么这种要求 因为这个处理 它需要用到会计里边 一些职业的判断 那这个对我们非会计员来说 可能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第三种情况 合同变更不属于本条 刚才我们说第一条规定的形形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任商品与未转任商品之间 不可明确区分的 应当将该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组织部分 进行会计处理 由此产生的 对已确认收入的影响 应该在合同变更日 调整当期的收入 下面第七个问题呢 大家注意的关于 如果某个合同 如何来判定 这个合同是属于 某个时点 履行合同义务 还是某个时间段 来履行合同义务 按照会计准则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属于在某一时间段 内履行合同义务 否则就属于某一时点 某一时点 那这个判断 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那如果属于某个时间段内 履行合同义务的 那应该就分阶段 来确认合同收入 如果某个时点 履行合同义务 应该在这个点的事项 发生之后 在这个点上 就确认合同收入 所以他的收入确认的方法 不太一样 那大家看这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 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第二个条件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 履约过程中的 在建的商品 第三 企业履约过程中 所产生的商品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有权就累积至今已完成的 履约合同收取款项 三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 按照收入这个具体会计准则 就应该把这个认为是某一时间段 履行合同义务 三个条件都不符合 那就属于某一个时点 履行合同义务 那收入的确认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那具体这个规定里边 对于某一时间段内 履行的合同义务的 企业应当在该时间段内 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就跟我们原来建造合同那种规定 完工百分比那个类似 但是我们新教材呢 对于这里边只是一个方法 原则性的描述 具体它没有具体的核算的要求 履约进度的确定方法 其应当考虑呢 商品的性质 可以采用产出法或者投入法 产出法 一般就是按照你的具体的 我们说就是你的完工 就是如何来确定你合同的 这种履约进度 就跟我们过去说 完工百分比那个性质一样 对吧 产出法按照你完工的那种进度 投入法按照你的工程成本 发生的进度 都可以来确定履约的进度 那如果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的 确定的时候 企业已经发生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应当按照已经发生成本进度 确认收入 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 确定为止 关于这一部分呢 因为是我们原来的建造合同准则取消了 按照收入这个准则来核算 因为它没有具体涉及到我们建造合同 所以大家从收入 它确认的方式来说 描述的可能相对就比较抽象 那按照这种概念 大家熟悉这种原则方法 然后大家来看这道例题 核动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的 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 应该是ABC的哪一种 A 核动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即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 商品单独售价的 应当将合同变更部分 与原合同合并处理 B 按照完工百分比 变更部分占原合同的比例 确认收入费用 这个B 我们现在的收入准则里面 就没有完工百分比这个概念 C 合同变更没有增加 可明确新增的合同价款 且在合同变工日 以转任商品与未转任的商品之间 不可明确区分的 应当将该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进行快据处理 由此产生的对已确认收入的影响 应该在合同变更日 调整当机收入 第一 应该按照分摊至各单项 旅游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按照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些概念 其实这个题正确的选项应该是C 对吧 因为这些概念比较抽象 不好跟大家做更多的解释 那这里边就按照 教材里边所列示的有关的 这种收入确认的 有关的原则和概念 大家掌握这些基本的概念就可以 下边我们接着看 志格木的第二条 那在我们新教材里边 对于收入确认之后 收入如何计量 那他的介绍也是相对比较抽象的 就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那这里边呢 跟我们建筑界企业有关的 两个小概念 我给大家挑出来了 我们就了解这几个概念 第一个 企业应当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那这个交易价格 那这个交易价格一般指的是 企业应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的金额 那企业在第三方收取的款项 以及企业预期将退款给客户的款项 应当作为负债来处理 不应该记录交易价格 收入的计量 第二个方面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 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日 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 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而且企业不得因合同开始日之后 单独售价的变动而重新分担交易价格 那这一部分收入的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